而针对陈菊市长任其未满就离开高雄 前往总统府担任秘书长 引发国民党籍市议员许坤源的不满 总执询中除了检讨陈菊任内执政争议 更批评他在高雄发展关键时刻离开 愧对选民托付 整个执询过程秀得出许坤源和陈菊之间的恩恩怨怨 担任国民党团市议员总召许坤源 在总执询中有备而来 他列举陈菊执政近12年引发的争议 包括走路工事件和卫造市政行程 许坤源说高雄市连续多间知名书店宣布停业 精品百货连锁店也收摊 饭店旅馆业者更是较苦连天 但陈菊却在任其未满 就北上接下总统府秘书长职务 让高雄市民情何以堪 这个时候陈菊选择离开高雄市 他说战事没有选择战坦的权利 高雄市民是这样疼心的 这样照顾你 一切拳得万用你 许坤源进一步指出 包括魏武营艺术中心的预算 和世贸展览中心的经费 等多项重大建设 都是中央政府全额补助 实在无法理解市府的债台高竹 是从何而来 老四的麻烟救 都全保守保援100% 我纪念2、3个月就有时间的关系 好 谢谢议长 谢谢许议员 103亿 100控3亿 中央保守多少 这是中央自己的建设 中央保守100对吧 那是中央自己的建设 中央建设不是要公用的 是 群做啦 另外许坤源也呼吁 国民党要团结合作 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别让一党独大 人民辛苦的事件重演 戏属成局任内的争议 许坤源并没有让市府团队 有太多回应机会 似乎想借由这次总质询 表达长期以来 他跟成局之间的恩恩怨怨 港多新闻综合报导 离不做 想借过 我可以做 一处 《新闻》